在体操赛场,观众们常常可以看到,运动员在开始比赛前,都会举手向裁判鞋的方向示意,在完成比赛后,也会高举双手向裁判和现场的观众示意。 这不只是运动员们自发的习惯动作,这是基本的礼貌问题,对此,国际体操联盟于第五条第五下出场和退场,中有明确规定,运动员必须在表演开始和结束之后对裁判员的示意。 亚加达亚运会的交谋比赛,都怪大热门朝鲜选手李世光,因为第一条就出现落地失误,早早退出了冠军的争夺。 所有选手第一跳过后,韩国选手金涵松,以14.875排名第一,中国香港名将石伟雄拿到了14.775分,与金涵松只有0.1分的差距。 第二跳,金涵松的发挥仍然相当完美,落地之后,他兴奋的挥舞着拳头,却没有向裁判示意,原本,他可以拿到14.525分,但裁判却只给了他14.225分。 最终,石伟雄凭借着第二跳14.45分的表现,两跳分数平均分,14.612分,蝉联了亚运冠军,韩国选手金涵松以14.55分,0.062分的微弱差距区区亚军。 在体操的赛场上,0.1分都可以决定冠军的归属,何况是0.3分的扣分了,如果没有这丢失的0.3分,金涵松将是本届亚运会的跳马冠军。 对于自己的表现,金涵松在接受韩国媒体东亚新闻采访时承认,确实是我的失误,虽然不太在意,再怎么好也不能只做表演,而是要告诉裁判的收尾动作结束了。 对于被扣掉的0.3分,韩国体操协会也承认了金涵松的失误。 相关员事表示,在结束演绩后,要向裁判采取最后的姿势,这是国际体操联盟? BIG规定?